老杨到处说 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匠香酒 化龙村 金麒麟 银麒麟 是常年的冻场和老酒的催化 想让酒的分子和水的分子 高度的融合 带出水分子的楼顺 酒分子的存厚 欢迎选购 老杨到处说 在我们读报之前呢 介绍 大陆一个著名的文化学者 叫邓康妍 他最近呢写了一个歌词 题目叫做十种等 十年汉地 等干预 三载疫情 等定平 万里年代 等联盟 千秋大计 等大成 百业 荒芜 等春风 五周战争 等和平 一代青春 等爱情 八方合床 等汹涌 九个偶然 等必然 四季有穷 等无穷 大家留了一句话 没有等的人生 没有高潮 不想高潮的人生 不要等 今天的中国社会 带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等 一个是熬 苦等 硬熬 好 进入我们今天的读报时间 法广 法国报纸说 费加罗报报导 拜登说中国在试探我们 证明我们四方安全对话 有前途 那么这个是今天 法国费加罗报的一个国际版和中国相关的一个标题 四方大家知道了 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 关门起来的安全对话 当然这段话是怎么出来的呢 是因为呢 拜登身上的话筒有一段时间是一年开着 拜登说 中国的做法就是那么独夺逼人 在整个地区在试探大家 他说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现在正忙于处理国内经济难题 同时也在寻求外交空间 拜登说 习近平还是要继续蛮横的寻求中国利益 他用了蛮横两个字 德国之声也是报道的这个消息 没有开麦被直播 拜登说中国在考验我们 这段话本来是属于闭门讲话 但是因为他忘记开 关掉麦克风 就意外的流传出来 亚洲自由电台报道的新闻的标题是 拜登指习近平会处理经济减少外交冲突 但侵略的行为不变 那美国人西方的媒体有自己的立场 但是呢联合早报 时隔不到半年再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经济工作组会议 中美 有人说中美希望协调避免出现十月惊奇 不到半年又开了一次经济工作会议 就美国对华加征关税 中国产能过剩 中国非市场政策和行为等经济议题持续交锋 释放出一个维持合作的信号 有学者说中美呢 由于在美国大选进入倒数一个月一个半月 加上美联储四年来首度的降息 中美希望的关键节点上通过沟通协调 保持全球金融稳定 避免出现十月经期的突发事件 必可以为两国人手年内首度通话 再度通话或者会晤 创造更多的条件 这个呢大家都有自己的所求 但是呢看到了有维持合作的意愿 好了 法广注意到了日本的外务大臣 上川扬子正考虑本周会见王毅 日本的副外相抵经商讨深圳日同遇害的问题 那王毅跟上川扬子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期间 应该是在星期一也就今天 两个人呢曾经今年七月的老挝万象也举行会谈 香港01也就报道了日本媒体说 日本外相将会晤王毅 估计会谈蓝铜遇害 这个还有恢复谁产品进口的问题 法广呢引用大陆韦伯的一些威言威语 谈了很多很多很刺激的话 我们列区不谈他很多了 那那认为呢就是外交部 发言人对记者的询问 没有表示对暴徒的谴责 也没有对受害者表示同情 官方又对这个事件表示沉默 这个事情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舆论的海啸 就特别激起了这个话题 就极端的民族主义 法西斯爱国主义都是杀人的戾气 那这里面呢有些评论 就是说这个有组织的仇日行为中间了 但是呢两条人命导致的 一条是善良的中国阿姨 一条是十岁的日本孩子 更深层的代价 就是破裂的两国关系 撤走了产业 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失业的国民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的很多这样的言论 那么美国之音也是谈到这个 继续跟进这个新闻 深圳的日本儿童 加虚加剧的日中关系的紧张 在华日本人的社群恐慌 日本企业恐怕会撤离 加速撤离 这官方现在中国官方的处理上的 进退两难 那进退两难 所以日本呢 现在就感觉到 中国当局的某些方面 制造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激烈 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前日本驻华大使吹秀乎说 中国政府应该在中国人民中 普遍的反日情绪 发挥积极导正视听的角色 那么他在独卖新闻写的文章说 中国当局应该删除 在社交媒体上充斥了 有关日本学校恶意和误导性的视频 看来这个消息 这个风波不会那么快的就延续了 美国之音就谈到了 日本南海遇刺身亡 中国社交媒体封禁 反日的账号出了大事 才急急忙忙来下手 另外关于中国的失业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八月混的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 不包括再孝生的16到24岁 劳动力失业率已经攀升到18.8 经济低迷导致青年的职业前景暗淡 法广谈到了特朗普另外一段话 特朗普说如果在11月混的大选中落败 四年后 四年后 不会再次参选 如果败了 他不干了 四年以后 特朗普几岁呢 特朗普同志82岁 金融时报呢 谈中东 是遭受了重创 是以色列给君主党带来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周 伊朗支持了激进主义的组织 在一系列的袭击事件中要面临改变战术的压力 华尔街日报 以色列给君主党跨境的袭击加剧 双方都是全面战争越来越迫近 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呢 冲突中 双方从未如此接近爆发全面战争 半岛电视台说 真主党用法敌导弹轰炸海法横进 以色列发动最暴力的袭击 双方干来干去 没有消停 华尔街日报说 以色列给君主党最后的通牒 要么后撤 从以色列的北部后撤 要么就开战 英国BBC也是头版头条 以色列的以色列跟巴黎巴鲁的冲突 就是巡呼机对蒋机报告事件之后 以君的继续空袭 真主党的据点 联合国说 这个巡呼机和对蒋机事件 违缓了国际的人道法 大家都对爆发全面战争 表示了新的担忧 纽约时报 这个专告很有意思 他说以色列的巡呼机攻击改变了世界 改变不是以色列跟黎巴鲁的问题 改变的是整个世界 就是说血淋年的展示的网络安全专家 多年来一直警告了威胁 我们的电脑化设备的国际供应链 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攻击 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好的手段来保护它 那讲到了实际上这个行动的元素不新颖 在过去呢 在塑料炸弹啊 还有等等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已经不只是恐怖分子 所有人的计算机都容易受到攻击 汽车冰箱家用温控器啊 就是烘调 还有很多东西都容易受到攻击 那这里面的除了塑料炸弹 所谓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植入的东西 就是为大规模制造 具有破坏性的设备 劫持国际的供应链 美国人自己也做过啊 当时主要是为了接听 见听 但是现在没想到 以时俱进 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的冲击 这条底线已经被越过了 其他国家也有样学样 这个战术是可以被接受了 金融时报 以及法广都提到了 美国警告以色列 不要跟真主党全面开战 那么以色列的报纸 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美国理解 以色列的新战术方式 从来升级以反核局势 但美国告示 以色列在做出反应时 不要达到临界点 就是你们真的要做出回应 也要为外交解决留有余地 会不会留有余地呢 搞不清楚 以色列跟黎巴嫩 这事儿没完没了了 纽约时报就把话题转到了水产品的问题 中国将逐步解禁日本的水产品的进口 这个消息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终于有一些 对中国这个外交举措的一些连销带打 这个呢 可见呢 还是把跟两次的杀人事件呢 放在一起聊 法广也是谈到中国突然解除日本的水产禁令 日本媒体说 他中国正在外交上和经济上寻找亚洲的出路 这是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个分析 为什么会那么快的 恢复了这个日本的水产品的进口呢 是中国的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压力 无论什么人当起美国总统 美中对立的局面仍然持续 不得不要被迫往亚洲寻找出路 最近来讲 就感觉呢 就跟这个逐步恢复 这个恢复和规范的这个水产品的问题 那么这个领导是早死落实 还是有可能 现在还搞不清楚 法广呢 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日本告知中方 企业会擅自闯入中国领海的 梁岳舰的舰长被撤职 据说这是被日本认为是个严重的错误 然后呢 还会对其他的船员采取 请戒的措施 因为呢 他会认为是海上之国对人类的技术能力水平 产生了怀疑 已经非正式的中方通报了这个最新的决定 要文分析 这是法广一个要文分析 经济困境中 北京对美国对日本的关系上的好牌不多 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的美中对立的局面还会持续 就是11月份大选的问题 中国目前面临房地产和整体经济不景气等严重问题 短期内难以见到经济复苏的热观的前景 所以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 北京都面临相对被动的局面 这讲到最近的一些变化 当然呢 深圳那个杀害日本儿童呢 是呢 就是节外生枝一个问题 法广呢 谈到了中朝关系 中国是五千年树敌的说过之后呢 金正恩回电习近平说 两国劳不可破的友谊 啪啦啪啦一大堆 当然呢 五千年树敌这个也是韩国中央日报一个报道 有没有得到证实 他引用的是多位北韩消息人士的表示 亚洲自由电台也是说 中国是五千年的树敌 北朝鲜的官媒正在闭谣 金正恩回电习近平强调友谊 他要掰开跟中国的关系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呢 现在又开始在讲调友谊了 需要就讲友谊 不需要就讲树敌 法广谈到了另外一个消息 拜登议计将以星期三会见 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 苏林是参加联合国大会 他们估计会在纽约见面 华广有个分析 中国继续削弱美国的亚洲的军事优势 但整体影响力正在趋于稳定 这是澳大利亚的智库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亚洲实力指数 衡量了27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对实力 发现美国 仍然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 其次是中国 八项指数中 美国有六项优先离中国 华盛顿北京拥有更强大的防务网络 文化影响力和经济能力 但是中国的整个亚洲 拥有更强大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 美中还在亚洲进行一场长期的较量 那就是说中国会继续削弱 美国的亚洲的军事优势 但是北京的该地区的整体的实力 已经趋于平稳 就管理亚太地区的形势 德国之声有一个分析稿 国际秩序是否被西方的双重标准所颠覆 就是西方国家对不同的历史事件 政治事件的双重标准 越来越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批评 就是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最新调研显示 在这个背景之下 既以规则的现行国际秩序已经受到威胁 那么作者警告 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 以其面临双重标准 不如没有国际规则 一旦没有国际规则 国际秩序 就面临一个重建的问题 这个看来 南方国家对西方国家这个批评 还是非常尖锐和严厉的 好 金融时报谈到了欧洲央行行长 拉加德一个观点 他认为世界经济 面临类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衰退的压力 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衰退 这个大家大萧条 在记忆犹新 好了 有关花旗印号 中国业务的问题 法广的报道 在花旗印号的中国的扩张计划 被美国监管机构所搁置 这个中美关系 美国的监管机制 对花旗印号的大银行 在中国的业务扩展 是有一些警惕和监管的措施 来谈谈 中欧之间的电动车的问题 德国之声 有一个调查研究发现 半数的德国车主信不过中国车 原因是对数据安全性的担忍 是博弈购买中国车的原因之一 他这个来讲 明报谈了中国的汽车企业 向欧洲发出信息 电动车如果加税 他们要减少在欧盟的投资 那这事情呢 匈牙利还有些 意大利还是希腊 有些国家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另外有个社会新闻 法广说中国离婚率直升 另外一种商机由此诞生 离婚率现在 结婚率大幅下降 从2013年结婚的 每年1300万对 降到2022年的700万对 是85年以来 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 但是离婚率的攀升 对很多人说这是个大生意 也就是有人提供礼仪式的方式处理 离婚人士的旧的结婚纪念品和任何不需要纪念的服务 收费也不便宜 8美元或者是28美元一次 这个事情离婚率的问题 离婚率的问题居然会带着生机 但离婚率的上升意味着 必然会出现更多的围绕离婚的经济活动 德国之声 谈到了欧盟 他们现在面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其他的贸易问题 欧盟空有中国战略 没有统一的政策 西班牙搞一套 德国搞一套 其他国家的不协调 他们内部都有分歧 而且都没有统一的对华政策 其实那个利益攀关 这个来讲 模棱两可是不是可以呢 不可以 他们认为终究是会出现 特别德国 对中国战略更像德国战略 德国战略是两面 德国也向其他党派发出了一些信息 那么这里面 德国和整个欧盟的对华政策上 缺化一致性 削弱了他们在美中紧张关系的地位 好了 两则 跟政治有关的新闻 星岛日报说 内地知名的律师张庆芳被吊销执照 张庆芳的著名的刑事律师 北大法学博士 那么吊销执照 就说当局说他是网络炒作 叫销 叫说严重损害律师形象 啪啦啪啦一大堆 他因为近年来是抗争式的辩护 受到了关注 51岁 那目前来讲呢 就是他个人认为坦难接受 历史的荣誉 我个人接受 心难接受 联合早报谈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传来政治地震之后 要求新当选的学部委员对中共要绝对忠诚 这个事情呢 没有绝对忠诚的当不了学部委员 他有三项共识 诸如此类 那么 星岛日报是上个星期说的就是说 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所 传出了政治地震 领导班子一锅端 还要清查遗毒 那9月初有一个任免通知发现呢 经济所的所长副所长书记都在8月20号全部被换掉 有人说他是副所长朱恒鹏 妄议中央严肃处理 但是为什么殃及辞余呢 他没有说 金融时报呢 谈到了香港 香港的房地产贷款违约激增六倍 汇丰也受到了冲击 看来香港的经济确实是非常的不尽人意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来做一些新闻的点题和归纳 第一 西方安全 四方安全对话在华盛德的举行 拜登又出现了没有一个通过关闭的麦克风流露出对习近平的真实看法 中美关系正在为避免出现十月惊奇的突发事件 为习败会创造不至于见不了面的氛围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美结构性的矛盾 深层的困难和问题 不会因为出现了什么样的意外而改善和缓和的迹象 也就是说无论谁当选下一任的总统 这个趋势也很难改变 这就是中美的外交领域十多年的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战狼外交获得了初步明显的成效 这就给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增添了龙落重彩的一笔 是会载入史册的 第二 发言人毛铃在记者会上对记者接二连三的提问 显然有点招架不住 所以彭博说你当我们是傻瓜吗 有这个责问他不知道怎么印 很少看到毛铃的临场表现有如此这般的被动和尴尬 日本为此派出了外物大臣来北京跟中方交涉 就凸显了对深圳遇害日本儿童事件的重视 逐步开放日本海产品似乎没有在舆论上获得预期的回应 我们知道外交是讲政治的 如此跟深圳日本学童命案这个开放这个海产品是如此高度的重叠 很难不让外界产生更丰富的联想 你不敢正面的正视 而且整个这个应对有点笨拙 但是应该说它是比较明显的失去了节奏和章法 日本向中方通报的梁岳舰舰长被撤职 显示日方在中日关系避免发生更多意外事件上的危机管控的效率 当然也是对中国外交另外一种出牌 第三 以色列对黎巴伦真主党新的袭击事件 新的袭击手段 联合国认为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中方 有些联合国代表也公开谴责了以色列的恐怖行为 但以色列依然对自己 在对真主党的步步进逼不以所动 纽约时报认为 这个做法跟对了船呼机还有对讲机 已经血淋淋的展示了网络安全专家 好多年一直的警告 我们的电脑化设备的国际供应链 也让我们异受攻击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其他国家都一样 而且目前为止没有好多手段来保护自己 这就是说新的战争形态已然形成 这种行动的目标将不只是恐怖分子和敌对方 所有人的计算机都容易受到攻击 汽车冰箱 家用温控器 也就是空调等等 生活中很多有用的电器 都容易受到攻击 攻击的目标无处不在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另外一闪 罪恶的大门已经打开 也许不久之后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攻击的对象 第四 著名刑事律师北大法学博士张庆芳 将被吊销律师执政执照 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李庄 胡志强等人 也已经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路上 律师界早已经是重点防范和打击的领域 相信这类的案件还会多 或者还会更多 但未必就能够真正封住所有律师的嘴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传出经政治动荡 领导班子一锅端还要清理遗毒 但也有人说并非全部是政治原因 而是因为经济原因要进行人事整改 不能窃窃 现代的汉林院 社科院应该算是汉林院 古时候的汉林院 他扮演不了 兴封建时代的预帅 意识代夫和其他的角色 中共中央的智库 意识形态的重镇 这就是社科院的这个定位 他不允许有另类的声音 历朝历代汉林大学士 始终是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世人群体 但不知道社科院这些学者是不是 其中的任何一个朝代 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社会地本来很优越 当然了 皇上对他们要求是绝对忠诚 其实现在可能也一样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就是同志的 一个基本就是 并非与世人群体 最终是辽联合的 胶体 并非与世人群体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